南朝的时候,梁武帝的第三个儿子肖刚天资聪颖,记忆力特别好,他被封为晋安王的时候年仅四岁,梁武帝让太傅教他读书写字,肖刚充分显示了他的天赋,看过的书都能够过目不忘,才六岁就能写出令人赞叹的文章来了,梁武帝听说后,不相信竟有如此神童。 有一次,他特地把肖刚叫到前面,准备当场考考的,看看是否属实。梁武帝临时出了个题目,让肖刚做一篇文章,肖刚不慌不忙铺开纸,眨了眨明亮的大眼睛,拿起笔来,很快便写成一篇辞早优美的篇文。 梁武帝看了赞不绝口,高兴地说,这孩子,真是我家的东俄王,指三国未著名文学家曹植,曾封董阿王。 肖刚年龄稍大后,就进一步博览群书。据说他念书速度极快,能一目是行。 过了不多久,诸子百家的书籍几乎都被他读遍了,写起文章,做起师傅来,更是得心应手,游刃有余。 肖刚十一岁时,梁武帝任命他为宣会将军,担扬也。 他虽然年少,但已经能够独立处理各种事务,在百官中逐渐建立了声望。 公元五百三十一年,梁武帝的长子肖统去世,肖刚就被立为皇太子。 从此,他便住进东宫,天天与当时的著名文人与监吾,徐迟在一块严师作父,过着极优越舒适的贵族生活。 肖刚极爱写事,他说自己七岁就有尸体,直到现在还是如此,不曾厌倦。 但由于宫廷生活的狭隘和放荡,他写的诗大多格调低下,内容淫谜,被称为宫体诗。 但是,流传到宫外后,对当时的文风起了很不好的影响。 公元五百四十九年,军阀侯景起兵造反,攻破了京城建康,金江苏南京,梁武帝幽愤而死。 肖刚被侯景立为简文帝,但石权却掌握在侯景手里。 肖刚做了两年多傀儡皇帝,天天借诗文来抒发内心的苦痛。 最后,侯景还是用毒酒把他毒死了。 后来,人们就用石杭巨像这个成语来形容读书速度极快,聪慧过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